不管是电信电力还是自来水瓦斯 密密麻麻的管线在3D管线图资中一目了然 台北市道管中心成立六年以来 在各管线单位的努力下 完成台北市245万多笔的图源管线图资补证更新 让管线施工更精准 以往我们施工的时候用套图的 那3D图资它因为它更清楚它的深度之后 那么它在施工过程中可以避免 挖损到别人的管线 那尤其是它配合我们还有一个我们AR的一个扩充实境 所以任何一个工程在施工过程当中 它很容易的它就是可以就是用我们手机的APP 就知道说或是平板都知道说 下面有哪些工程管线在哪边 所以它施工过程当中可以避免去碰触到 其他的管线所以可以避免管损 而且可以很顺利的去做一个施工的一个行为 不只健全管线图资 盗管中心透过智慧医化管理 百分之百整合临近施工案件 借由分挖起捕减少重复修补 光是109年就减少了20万平方米 相当于28个足球场大的重复显扑面积 因为我们有3D这个整个GIS整个图台 配合我们挖管系统 所以任何一个人在施工过程中 来申请入证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所有管线单位资料 或是申请的相关的案件做一个整合 如果说你今天是大家共同在同一天施工的情况之下 会把整合在一起一并做处理 我们是分挖起捕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管线的铺的一个情况 那这种情形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盗管中心也调整挖掘收费标准 以7天为单位收取归费 未来更计划以日计费 促使管线单位有效缩减道路施工时间 以前实施起来就是厂商不管是工人是大件 还是小件其实都是800元 所以我们109年就是我们每隔7天 根据你施工申请的时间 每个7天我们就收费一次800元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变成厂商他就会在申请过程当中 尽量把他日数往前缩短 目前的绩效是有呈现出来 大概对于我们的申请的时间 可能已经降低了三成左右 成立六年来台北市挖掘案件 相较同期不仅减少将近四成 同时也大幅提高市府机关与各管线单位的 横向联系效率 让各种民生管线在精准施工下 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